瘟疫当前 他担忧年迈的父母是否被感染 想回家看望 却因信神被警察追捕 有家难归 父母的恩情 儿女的责任 萦绕在他心头 内心的亏欠 良心的谴责 他无心尽本分 明白真理 心得释放 放下对父母的担忧与牵挂 去年十二月 我看到新闻里报道 我家乡的新冠疫情很严重 医院仍满为患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免疫力差 有不少人因感染瘟疫 我当时在外地尽本分 我当时在外地尽本分 也没有机会回家 不能照顾他们的生活 要是他们熬不过这次瘟疫 我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那我心里就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那段时间 我心里特别牵挂他们 父母照顾我的荧幕末 也浮现在我眼前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 但父母还是会尽量满足我的要求 我胃口不好 我妈呀 都会问我想吃什么 然后就按照我的口味来煮饭 我生病了 家里没钱 我爸就赶紧借钱带我去看病 长大后 我接受了神的末世福音 父母也信神 一直都很支持我 自从我离开家尽本分后 他们还省吃俭用的 给我寄零花钱 现在父母老了 本该是我孝敬他们的时候 可我却不能回去照顾他们 他们没想到我一点付 还要为我操心 我心里就感到很亏欠他们 那你后来回去了吗 没有 我还尽着本分不能耽误 再加上 我被尤大出卖 警察还在追捕我 我不能回家 一想到父母老了 我总也不能回家 看望照顾他们 亲戚邻居 肯定得得说我是个白眼狼 不孝子 那段时间 我晚上 作梦都能梦见父母 有时候 想着想着 也会流泪 我就盼着 啥时候能有机会 在父母身边 一边照顾他们 一边尽本分 这样 也能尽点 做女儿的责任 我越想 我的心越安静不下来 尽本分 总受交流 咱们做儿女的 遇到父母的事 都挺刮心 不过影响到尽本分 这个情形 也得赶紧解决呀 是 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 经历见证视频 里边引用了 两段神的话 对我很有帮助 全能神说 外邦世界 有一个什么说法 乌鸦反哺 高扬贵辱 还有什么 人若不孝 情瘦不如 这套说法 说得多么高大上 其实 他们说的 乌鸦反哺 高扬贵辱 这些现象 还真有 是事实 但仅仅是 生物界中的 现象而已 是神给各种 生物所制定的 一种规律而已 各种生物 包括人 都在遵循 这种规律 各种生物 都在遵循着 这种规律 更证实了 各种生物 是由神造的 这个规律 没有任何生物 能打破 没有任何生物 能超越 你看 狮子老虎 都是比较 凶残的肉食动物 但是在幼崽 没有成年之前 它们也在抚养 也不会咬 这就是动物的 本能 不管是哪类动物 不管是凶残的 还是善良温柔的 都有这个本能 各种生物 只有遵循了 这样一种本能 这样一种规律 才能繁衍生息下去 包括人类 如果各种生物 不遵循这个规律 或者没有这个规律 没有这个本能的话 那各种生物 就不会繁衍生息下去 生物链就不存在了 这个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是不是这样 乌鸦繁补 羔羊贵乳 这恰恰证实了生物界 在遵循着这样一种规律 各种生物都有这种本能 在生养下一代之后 在幼崽未成年之前 都是在雌性或者寻性地 呵护抚养之下长大 各种生物都能对自己的 下一代尽责任尽义务 尽心尽责地 抚养自己的下一代 更何况人了 人被人类称为是高级动物 如果都不能遵循这种规律 如果都没有这种本能的话 那人类还不如动物呢 所以父母不管在养育你期间 给了你多少的抚养 尽了多少的责任 他们只是在做一个受造人类 能力范围内该做的一件事 这是他们的本能 不管怎么说 父母养育你 这是尽责任尽义务 他们把你养大成人 这是他们的义务与责任 这不算什么恩情 如果不算什么恩情 那能不能说这是你应该享受的 这是你应该享受的一种权利 你就应该被抚养 因为你在未成年期间 你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被抚养的角色 所以你只是接受了父母 对你尽的一种责任 但并不是接受了父母的恩惠与恩情 任何一种生物 生儿育女 繁衍后代 抚养后代 都是一种责任 比如小鸟 牛羊 甚至老虎 繁衍了后代之后 都要抚养 没有一种生物 是不抚养后代的 也可能有例外 但很少 这是生物生存的一种自然现象 是生物的一种本能 它归结不到恩情这里面去 这只是在遵循造物主 给动物 给人类制定的一种规律 所以 父母抚养你 这并不是一种恩情 从这一点上可以说 父母并不是你的债主 他们对你尽了责任 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血 花了多少钱 不应该让你偿还 因为这是他们作为父母的责任 既然是责任 所以你不必须责任 你只是在尽责任 尽义务 应该是无偿的 不应该是一场交易 所以 你不必用偿还的思想 来对待父母 来处理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如果用偿还的思想 来对待父母 环抱父母 来处理与父母之间的这层关系 这反倒是不人道的 同时也让人很容易 被肉体的情感所限制 被肉体的情感捆住手脚 很难从肉体的情感纠葛里走出来 甚至会迷失方向 阿们 看了神的话 我认识到 我因着照顾不了父母 觉得内疚 就是受撒旦毒素 人若不孝 禽兽不如的影响殉陶 认为父母生了我 又辛辛苦苦把我养大 为我付出了很多 我必须要环抱这份恩情 才是有良心有人性 否则就是不孝 是打你不道 因着我接受 撒旦灌输的这种思想 就把它当成了正面事物 与做人的标准来持守 当看到家乡疫情严重 死的人也多 我就想到父母年纪大了 我妈身体还很虚弱 这万一感染瘟疫 身体承受不住 那我就永远没有机会 孝顺他们 就会留下遗憾了 我在外地尽本分 又是警察抓捕的对象 不能回家看望父母 我就觉得对不起他们 尽本分都不能安下心来 甚至有时都想放下本分 回家看望他们 我为了环抱父母的恩情 把受造之物 该尽的本分放在一边 真是太没有人性了 是 我这方面的传统思想也挺严重 有时候活在亏欠父母的情形里 就没心思尽本分了 咱们都被这些撒旦毒素 捆绑得太厉害了 是啊 想到本分是从神来的 也是我的使命责任 不管什么时候 什么事情临到 我都应该守住我的本分 但我却为了孝顺父母 想放下手里的本分 回到父母身边 父母在我心里的地位 比神的地位还高 我这哪是信神的人呢 心里哪有一点神的地位啊 是 从神的话中啊 我也明白了 父母抚养儿女长大 这是神给人命定的规律 是神赋予人的本能 这里面不存在恩情的说法 更不需要环保 是 父母选择生了儿女 就要把儿女养大成人 这是她们的责任 是 就像各种动物 她们生下幼崽 都知道 不如喂养幼崽长大 并保护幼崽的安全一样 父母在 儿女成长的过程中 只能尽到 抚养照顾的责任 儿女能不能长大成人 这都在于神的命定 对 我的生命是从神来的 是神给了我这口气息 看顾保守我 顺利成长 父母抚养疼爱我 这也都是神的主宰安排 是神对我的爱 是啊 我应该尽好收到之后的本分 来环抱神的爱 而我却是非不分 把神的爱当成是父母的恩情 为了环抱父母 差点想放弃本分背叛神 我真是太没有良心了 是啊 这么交通我也明白了 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我们最亏欠的是神 而不是父母啊 是 我又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多数人选择离开家境本分 一方面是因为客观大环境的原因 人必须离开父母 不能守在父母身边 照顾他们 陪伴他们 这不是人愿意选择离开父母 这是一方面客观原因 另一方面 主观上来说 你除来尽本分 不是因为想离开父母 逃避你的责任而出来的 而是因着神的呼召 你为了配合神的做工 为了接受神的呼召 尽受造之物的本分 不得不远离父母 不能留在他们身边 陪伴照顾他们 你不是为了躲避责任才出来的 是吧 躲避责任出来 与你接受神呼召 必须离开他们 出来尽本分 这是不是两种不同的性质 你内心对他们 是有牵挂有思念的 你的情感 你的情感不是空白的 如果客观环境许可 你能守在他们身边 同时也能尽本分 你愿意陪伴在他们身边 时常照顾他们的生活 尽你的责任 但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原因 你必须远离他们 不能守在他们身边 不是你不愿意尽儿女的责任 而是你达不到 这是不是性质不一样 如果说你离开家 是为了逃避 对他们尽孝道尽责任 这是不孝没人性 父母把你养大了 你恨不得翅膀硬了 赶紧出去担过 不想看到父母 听到父母有什么难处 都不想搭理 有条件管也不管 就假装没听到 谁爱说什么说什么 就是不想尽责任 这是不孝 但现在是这样吗 很多人因为尽本分 离开了本县 本市本省 甚至本国 已经远离家乡了 而且因为种种原因 不方便与家里联络 偶尔从家乡来的人口中 打听到父母现在的情况 知道他们还健康 生活得还好 也就安心了 其实你不是不孝 不是到了没人性的程度 连父母都不想管 不想尽责任 而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 你必须选择这样做 这不是不孝 阿们 沈的话说得很明白 人是否孝敬父母 不能光看外表 有没有尽到做儿女的责任 还要看人的存心 和现实环境是否允许 是 我没在父母身边 陪伴照顾他们 也没有挣钱孝顺他们 是为了尽收造之物的本分 这是最正义的事 是 另外 也是因着打轰隆逼迫追捕 我不能回家照顾父母 其实 要是有条件孝敬父母 我是愿意尽这个责任的 以前我打工赚钱 都会寄钱给他们 过年回家 也会给他们买一些衣服 和营养品 只要有条件 我都会尽量孝顺他们 但现在 是传福音的关键时刻 弟兄姊妹 都在积极传福音见证神 让更多的人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接受神的拯救 对 我作为带领 负责多出教会的工作 更得有负担 把教会工作担起来 再加上 警察还在追捕我 我不能尽到儿女的责任 这不是不孝 是条件不许可 是 这跟有条件 故意逃避责任 不孝顺父母 是两码事 对 后来 我又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孝顺父母 这是不是真理 不是 孝顺父母 这是对的 是正面事物 但为什么说 不是真理呢 因为人孝顺父母 没有原则 也不会分辨 父母到底是 什么样的人 该怎么对待父母 这就涉及到真理了 如果父母是姓神的 对你也好 你孝不孝顺 孝顺 怎么孝顺呢 跟弟兄姓妹 区别对待 对父母 为命是从 父母要是老了 得在身边照顾 不能出去尽本分 这对不对 不对 这时候 该怎么办 这就得根据情况 如果你在家附近 尽本分 能照顾到 父母也不反对 你信神 你就尽上儿女的责任 帮父母做点活 如果父母有病 你照顾照顾 父母有什么难心事 你宽慰宽慰他们 如果自己有经济条件 给他们适当地买点营养品 但是 如果你本分忙 父母没人管 他们还都是信神的 这个时候 你该怎么选择 你该实行的真理是什么 既然孝顺 父母不是真理 他只是人的责任 义务 那你的义务与本分 发生冲突了 怎么办 义务不一定是本分 选择尽本分 这是实行真理 尽义务 那不是实行真理 如果你有这个条件 你可以尽这个责任 尽这个义务 但是现在环境不允许 那你该怎么做 你说 我得去尽本分 这是实行真理 孝顺父母是凭良心活着 够不上实行真理 你就应该以本分为主 守住本分 孝顺父母和尽本分 哪个是真理 当然尽本分这是真理 在神家尽本分 可不是简单地尽点义务 做点自己该做的事 那是尽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里有神的托付 这是你的义务 这是你的责任 这个责任是真正的责任 是在造物主面前 尽你的责任义务 这是造物主对人的要求 这是人生大事 而孝顺父母 这只是儿女的责任义务 绝对不是神的托付 更不符合神的要求 所以孝顺父母与尽本分 这两件事 毫无疑问的 只有尽本分 才是实行真理 尽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是真理 这是天之 孝顺父母 这是在孝顺神 不属于尽本分 也不属于实行真理 阿们 原来孝顺父母 不是对父母言听计从 养老送众 这里面有这么多细节的实行原则 是 孝顺父母是正面事物 是正常人性 应该做的 但不是实行真理 而尽本分 是在尽受造之物 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是实行真理 如果孝顺父母 和尽本分不冲突 不影响本分的情况下 也可以看望照顾父母 尽儿女的责任 但是 如果孝顺父母 影响了尽本分 那就要以本分为重 这才是符合真理原则的 对 我现在尽本分走不开 又有警察的追捕逼迫 我没有条件回家照顾父母 那我就要顺服现实的环境 以本分为重 把心安静下来 守住我的本分 这才是真正有良心理智的人 是 认识到这些 我心里释放了很多 这明白真理了 心里就不受困绑了 是 是 今年四月 我写信给父母 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 收到他们的回信 看到父母还健在 我很感谢沈 信中说 他们在去年疫情期间 身体都没受到大的影响 现在 一事无忧 身体也还好 感谢沈 他们说 让我不要为他们担心 要把追求真理 尽好收造之物的本分 放在第一位 我想到之前 我爸也鼓励我 只要我好好追求真理 尽好本分 能在试炼中站立住 等到他闭幕的那一刻 他心里也会为此感到高兴的 看到他们对我的期望和支持 我特别地感恩 我能有这样好的父母 这都是神的恩待 我一定要好好追求真理 尽好本分 环抱神的爱 阿们 后来 我就反省 为什么 我总是放心不下父母 很怕失去他们呢 是 我读了一段神的话 解决了这个情形 全能神说 这些肉体的病痛 人都会临到 今天是他们 明天是你们 我们 按照不同年龄段 按照次序 人都会由年轻变老 由老变病 由病变死 生老病死 就是这么个规律 只不过 你听到父母 得病的消息 因为父母 是你最亲的人 是你最牵挂的人 也是养育你的人 你就过不了 情感这一关 你就认为 别人的父母死 我没感觉 我的父母 就不能得病 因为他们得病 我难过 我受不了 我心疼 情感上 过不去呀 就因为他们 是你的父母 就不应该老 不应该得病 更不应该死 这里 说得通吗 这道理 说不通 这不是真理 明白了吧 任何一个人 都会面临父母 衰老 得病 甚至有的严重 瘫痪在床 有的成了植物人 还有的是 什么高血压 偏瘫 脑溢血 甚至得重病死亡 每一个人 都会亲眼见证 看到 听到父母衰老 生病 然后死去 这个过程 只不过 有的人 在父母五十来岁时 就早早听到了 有的人 在父母六十来岁时 听到这些消息 有的人 在父母八九十 上百岁的时候 才听到 但是不管 在什么时间 听到 作为子女 你早晚有一天 都会接受 这样一个事实 你如果是个成年人 你的思想 应该成熟 对待人的生老病死 应该有正确的态度 而不应该冲动 一听到父母生病的消息 一听到父母 接到医院病危通知的消息 你就受不了 生老病死这些事 每一个人都得接受 你凭什么就受不了 这是神命定好的 人的生死规律 你为什么就想违背 为什么就不接受 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想让你的父母死 不想让你的父母 按照神所制定的 生老病死 这样的规律活着 你想让父母 不得病也不死 那成什么了 那不成塑料人了吗 那还是人吗 所以这个事实 你必须接受 在还没有听到 父母衰老生病 死去这样的消息时 你应该心里有所准备 早晚有一天 人都会老 人都会衰弱 人也都会死 你的父母既然是正常人 为什么就不能经历 这一关呢 他应该经历这一关 你应该正确对待 这事是不是解决了 你是不是就能理性地 对待这些事了 阿们 从沈的话中我认识到 我对父母的情感太重了 我不想经历 与父母生死离别的痛苦 我虽然在道理上 知道人都有生有死 这是正常规律 但我还是担心父母 年迈体弱 怕他们有什么不测 那段时间 我天天都为这个事担忧 白天心里想念他们 晚上做梦梦见他们 就希望父母能健在就好了 看到我对沈的主宰安排 也没有顺服 是 每个人的命运和寿命 沈早就给安排好了 这跟父母的年龄 和身体好闹没有关系 是 是 就像有些人啊 身体健康 五六十岁啊 突然就离世了 有些人呢 体弱多病 却活到了八九十岁 父母的寿命 是神明定好的 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是 想到我爸快八十岁了 我妈七十多岁 都是体弱多病 按我的想象 在那次瘟疫中 他们可能会承受不了 但恰恰相反 他们的身体 没受到多大的影响 父母的寿命 和他们这一生 要经历什么病痛苦难 都是在神的主宰安排中 是他们该经历的 会如期而至 不该经历的 也不会领导 这是他们的命运 我对他们的担心挂虑啊 都是多余的 就算我有条件 能回家照顾父母 守在他们身边 但是他们生病了 我也不能帮他们 分担减轻丝毫的痛苦 他们的寿命 也不会因为我的照顾 而延长一分一秒 他们呀 也是受到植物中的一员 也要经历 生老病死的规律 要是他们的寿命到了 该离世也会离世 这一天迟早都会临到 我应该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这才是有理智 对 现在我心里释放坦然了 也能安静下来尽本分了 偶尔想起父母 也是正常的想念 心里不受娇扰了 那太好了 是神话语带领我 一步步放下 对父母的担心顾虑 我很感谢神 感谢神啊 听了你的经历 我心里也亮堂了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